SHADOW BASS 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這次要來解說此次暗影師戰最新改版新神傳說各職業卡的內容 這次要介紹的卡牌就是 巫師系列啦 讓我們看第一張牌囉 首先第一張牌關心魔女斯塔拉 這張牌其實我覺得蠻微妙而且他十分的嘲諷 221的體質其實是蠻差的 那只是他這個效果可以多讓你有一張的手牌可以使用 他可以轉出的那六張手牌中我覺得有 維納斯跟星之布石鳥是比較好的手牌 在其次的話就是波魯克斯 再下來就是安多美達跟蝦都天蠍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然後最爛的話 最爛的我覺得是卡斯托爾 這張牌 斯特拉我覺得 並不是一張很好的紅卡 因為他並不能很關鍵性的決定說這整套牌組要怎麼去玩 蠻重用重用的一張紅卡啦 也不能說他弱 接下來下一張巨獸奇美拉 看他的效果似乎是給超越使用的牌 這樣才能夠疊傷 但是新版的超越應該更容易開到門 因為有一些紫環還有一些新卡 所以舊的魔煙毀滅者劍俠甚至突發超 可能都不缺這一張巨獸奇美拉的傷害 就可以10pv前開門 然後收頭 不然的話這一張牌就只能玩 生物征服搭配陶勒斯 甚至如果再更夢想一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搭配洛基 來個兩倍的魔力征服的夢想牌 實際上有實力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 並不會覺得特別OP的一張牌 下一張牌歐羅8 這張牌的話 我並不覺得是一張很好用的重者 他在5pp的時候才能爆能強化 去進化獲得集齒必殺守護的效果 那5pp的時候你倒不如去選擇 與命之武啊 處決啊之類的單解的手段 那314 這個戰場真的是非常沒有效用 如果5pp你去想嘛 隔壁捧的有一個吸血鬼 有一張叫做 翡射劍士 他可以點掉一隻怪 之後他還可以 24 必殺 那這樣就強得多了 接下來是這張暴虐的巨像 這張牌的話會在 回合結束時 做一個解場的動作 但是 取決於他的攻擊力 那他吃吐命數值加1加2 我個人是覺得 不太好用啦 你倒不如是 就是 用李維 6pp的時候 直接做一個全場的清場 打3點 還比這個 一點一點一點的傷害 還 還好用 而且暴虐的巨像 本身的定位感覺比較像是 檔塊共用的牌 但是他 沒有守護 然後體質又真的是 523 滿差勁的 沒吃到土 就真的要吃土了 再來是這張連鎖呼喚 這張牌我覺得是跟超越滿搭的一張牌 你可以去拉出你排隊中的 從者 像是 李維啊 或是梅林 李維就可以做一個解場 梅林就可以做一個補牌的動作 甚至是 有可能我推測會有新的流派 叫做 鑽拉巨獸奇美拉 然後拖來征服 然後征服 征服之後就有一個巨獸奇美拉的超越的新的流派 我不確定啦 但是 我覺得有可能會有人這樣玩 而且還可以搭配指環啊 之類的 再來是 魔槍狩獵者 這張牌感覺就是無限途徑的蘿蔔啊 在自己的場上沒有沖著的時候 一直丟一直丟 就一直撞一直撞 但是他僅限於自己的回合 死掉才會有這個羨慕絕的效果 我是覺得 以生物解場來講的話是還 蠻不錯的牌 至於搭配來講的話 要看大家怎麼搭配的 目前 沒有很特別看得出來他是 跟超越比較配 還是跟生物法比較配 很像都很像 蠻共用的耶 你9PP的時候 甚至可以 去撞掉對方那隻怪 6點血 然後 無限的魔槍狩獵者 是還蠻神奇的一張牌 一個中善的評價 下一張牌 聖魔法教師費洛 我覺得這張牌以後會成為 土秘術屋的核心 以前的時候你有可能會拿到一堆土 然後沒有生物 那現在你就不用擔心說 拿不到土 拿不到生物 就是一張牌就可以解決這兩件事 而且他進化後還是不歸體質 還額外贈送一個效果就是 你的土秘術打出去之後還可以回血 有時候就差著一兩點傷害 就可以逆轉這個戰局 這張牌 強 接下來是這張 太陽武者 蘿莉亞 強 434 的體質 猛 現在的土秘術 蠻核心的就是會放天倫巨像 然後有些 少部分會放雷米拉米 然後這張 又是一個新的選擇 而且434進化不歸體質 這個做一個進化交換的話 也是 對對方來講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他在後期的時候還給爆能強化 讓自己的全部的 從者 範圍兩倍的 攻擊力跟生命 真的很厲害 而且還免費送了一個圖片 以後就不用說 自己再去額外帶一些圖片 你都可以手牌中都有一些一費圖片去運用 下一張 精神統一 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這張牌一定要搭配土秘術 來使用 但是土秘術本身的話可能不太缺 抽牌的手段 你有奧之國的大魔女阿 梅瑋阿 甚至一些 新的卡 可以做個抽牌 但之後想想說 這一張比較適合說 土法超越 真的是蠻搭的 你可以 同時間 觸發的效果 即使沒有觸發到他的效果 你三費抽兩張牌也是現在 抽牌界裡面算是數一數二的一張抽牌 而且僅限於巫師呢 可以超越更好的過牌 接著這一張 魔法貓頭鷹 我覺得這張牌還蠻強的 他可以搭配巨獸奇美啦 或甚至是超越阿之類的 那他的要點就是 他進化之後 不虧體質 還可以 魔力增幅兩次 我記得 之前有一張 巫師的牌 叫做 幻影巫術師 他是一個 三二三的體質 他進化之後 還會虧一一的體質 雖然說也是同等 是增幅兩次阿 那張牌真的是可以撕毀 不要用阿 貓頭鷹比他強多了 你進化還比那個幻影巫術師 進化後來強 這什麼巫術 接下來是這張雷光長槍手 這張牌我就直接說了 蠻爛的 隔壁一旁有一張叫做龍珠勇士 他是四三四的體質 他進化也是一樣 是虧一一 但是 他血量比較多 你可以換掉一隻 四四的敵方蟲蛇 而不會死亡 這一隻如果你 點掉一隻小怪之後 你去撞了一隻四四的蟲蛇 你自己還會死掉 蛤 這什麼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有一張巫師的牌 叫做李維 李維的話也是一樣 吃進化點可以拿到一個火球 那火球也是 打三點 那你跟這張牌比 一個是三pp 打三點 雖然說虧了一點攻擊力 一個是四pp 多一點攻擊力 同樣就打三點 那大家會選哪一張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多想了 接下來是神秘占星者 六五六體質 基本 那他有可能可以觸發土之秘術 然後讓自己的蟲蛇 加一加一以及守護 我覺得是還算可以放的牌 雖然說 對於土秘術屋來講 六費真的是一個 也是一個精英的集戰地 有破滅的禁術啊 然後 魔導巨兵啊 然後 年輕的李維 甚至是 變異的雷吉 都在那裡 那這張牌究竟能不能放進去 我覺得就很特別的就是 放哥雷姆啊 守護者巨像的那種 打後期加盾的 新的土秘術 巫師才會這樣玩 最後一張 觀星萬眼鏡 那這張牌的話 我真的覺得超強 因為土秘術的話 很容易會遇到說 土一直來啊 或是生物一直來這種情況 土一直來的話 是比較慘的那個情況 那這張牌可以壓縮你的牌柱 可以回復你的PP 同時間再抽一張牌 關鍵的右手抽到那張用途的 你就可以逆轉那個戰局 這張牌我相信以後 一定就是放滿了 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 玩土秘術 就是放滿 你可以更容易的抽到你 關鍵要抽的那張牌 好的 本次系列解說就到此為止啦 解說部分是我個人的見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別忘了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點個喜歡喜歡我的話 請點個訂閱 隨時追蹤影片 隨時追蹤動態 新神傳說 職業卡解說 我們下回見喔 掰掰